他是抑郁了 然后我说实话 之前的话呢 真的我觉得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 然后呢 我也很庆幸 我的生活遇得到你 这种就是这样的好人 对不对 我觉得你对我之前 是很好很好的 然后没有想到 我们俩现在分手之后 而且这个分手的话 不是我去提的呀 我没有提过分手 是你提出来的 你之前跟我说了两次了 然后我从 我们这儿去找你 去成都找你的时候 你在哪里呀 你在你在跟刘云涵在一起呀 我为什么跟你说了 很多很多话 你老是这个样子呢 我们遗族姑娘 从未怕过谁 不惹事也不怕事 对呀是的 我们的话呢 更帅猫哈 紫荫其实是一个 敢爱敢恨的一个人 我觉得我之前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都觉得真的哈 我觉得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既然在一起过 那就不要这样子去怎么样 去消耗对方 是不是 毕竟我们之前在一起过 你为什么不拉黑 他现在的话 没有在直播间了 我把他拉黑了 但是我不知道他 各位帅们 在我的印象当中的话 其实张浩 他是一个 真的很好的一个人 各位帅们 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你为什么要去提他 他刚刚在直播间 一直都在说什么 不要理他 去快办货吧 你为啥拉黑我 你不要这样子 换着换着 你以为我这样子 找不到你了吗 你这样子 他应该是真的喜欢你 要不然他不会这样子纠缠你 各位帅们 他刚刚说什么 他刚刚说什么 他刚刚说的是 见不得我好 他说以后 关键我跟李扬的话 没有什么关系 我跟他的话 就只是朋友而已 就算我们两个有关系的话 其实是吧 男文回女未嫁的 关键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张浩 我跟他就只是一个朋友 你这样子的话 就真的太过分了 紫衣你把一梁当成什么 一天再纠结张 我没有再纠结 我说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跟 我跟张号没有关系 其实他们 今天我收到这朵花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想给自己一个机会 然后也想给梁 一次机会 其实他们的事情 我是 其实我是不做评价的 而且在我做评价的话 你们很多人都觉得 其实也不太好 我跟很多叔叔埃闷一样 其实他们的事情 我想让他们自己能解决的话 他们自己先解决了 我不做评价 你为什么要跟他解释 你跟李洋的关系 跟他有关系吗 有很多人都说 我没有给张浩一次机会 他一个人越能挣几个钱 他一个月挣几个钱 都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他一个月挣几个钱 如果说我喜欢他 或者他想他喜欢我 我觉得 我觉得挣不挣钱 我都觉得无所谓 其实因为我为什么 我一个月的零花钱 够他挣一个月 一年了 我知道 我知道你家里面有钱 但是我觉得 不可以用钱去衡量 而且我这个是我辛苦所得 我自己劳动 我自己工作所得的 所以 你有没有那个钱的话 其实对我来说 无所谓 我又花不了你一分钱 而且 我家里面 其实我也说了 我家里面 条件也还是马马虎虎 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弱 买房的话 我家里面也有房 也有车 好不好 而且我父母也是做生意的 我前面都跟你说了 我自己现在的话 我不靠父母 我自己能养活我自己 我觉得我现在日子过得挺充实的呀 你觉得你有钱的话就可以伤害子姨吗 我觉得我已经够给你机会 够给你很多很多次机会了 所以我不想再去说了 在这里 张浩当着李扬的面 我跟你说清楚哈 不要再来打扰我 我现在的话呢 就是为什么今天为什么 为什么会收李扬这个这个花 是因为什么呢 是我想给你荣华富贵的机会 你不用给我这个机会 你不用给我这个机会 每个人他的志向不同哈 真的 他家为了四千块钱来 一家都来找子姨 我不知道好个帅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 他就是什么操作哈 没事 我其实我是不做评价 我看很多叔叔阿姨们都在说 我们不做评价 我想让他子姨跟他先看能不能解决 解决不了的话 我们再是吧 不是没事的 我跟子姨的话 收购花的话 还用得着你跟你去解释吗 你这样子的话 不觉得李扬很尴尬吗 对 所以说我现在的话呢 我就跟你说了 你呃账号 我如果说我不喜欢李扬的话 那我根本就不会去接这个花 因为他对我好 我只能这样子跟你说 如果说我 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一直拒绝一个想要对我好的男人 我只能这样子跟你说 因为他对我好 他就是事实 我不就做错一件事情了吗 对不对 各位说 你们说子姨喜不喜欢 你们你们说子姨喜不喜欢李扬 你那么绝情 如果说我不喜欢他 我不喜欢他的话 我不会去接触这朵花的 所以说你变形太快了 你看嘛 我说也不是 不说也不是 你 各位说 你们说我喜不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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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一样 我还笑我不能笑吗 那你的意思我不能笑吗 你你的意思说我要哭吗 我不能哭 因为他对我好 希望你们俩在一起 对很多人其实都知道 对 你跟这个姓李的在一起 还笑得那么开心 因为他会提供我的情绪价值 他怎么样 他会知道我想要什么 你想一下 我跟你在一起了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跟你的父母 说过我们俩的事情 对我跟子姨在一起的话 其实 是吧 我们两个的双方的父母 其实都是认可的 而且我们 我爸爸妈妈 然后他爸爸妈妈 都是非常支持的 非常非常 让我们 就是很愿意让我们在一起 所以我们两个现在在一起 没有负担 而且我妈妈 一直都说要跟子姨见个面 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爸爸也说的就是 觉得好的话 就趁早定个时间 见个面 然后双方家人一起见个面 然后把事情定一下 但是我出于对子姨负责 然后觉得怕子姨有压力 我才让他一直一直都在这样拖着 等到我们两个就是后面慢慢慢慢的发展到那种关系了 我觉得水到渠成了 我就觉得该给子姨一个交代 李杨你能养活家人吗 我的话 我前面我说了 我其实我父母是做生意的 虽然对 虽然我的话 一个月其实 那个 不多是吧 工资确实不多 但是我家里面还有生意 我爸妈在精英这呢 所以 其实我觉得养活 不要说养活子姨一个人了 养活他们一家 我觉得 都是 没有问题的 目前来说 也是吧 我觉得我们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也可以自己去养活我自己 没有 没有必要说 我让别人去养活我自己 我现在的话呢 虽然说我真的钱少 对不对 但是我 他家能有几个钱 你没有 你不要用钱去衡量别人 好不好 我都说的很清楚了 还不够我吃一顿饭 好吧 你真的 我觉得真的话 不要这样子说 对不对 不要这样子说 对 你之前 你跟我说 你说我门不当户不对 我配不上你 对不对 我觉得 你父母对我说的那些话的话 你现在应该的话 比谁都清楚 你父母跟我说 是因为我们家里面有 原生家庭 都还有问题 所以说我爸妈妈才会离婚 所以说 我现在的话呢 是没有人什么的 没有人去 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人 你爸妈 你的妈妈是就是跟我这样说的 然后我首先我觉得哈 不被父母婚姻的 就是不被 父母哈 祝福的婚姻 他注定是不幸福的 然后你也从来没有跟 跟你的父母正式的去介绍过我 这样好 所以现在你不要反过头来 就说说 说是我的错了 几家一门 你们说是不是 一个男孩子 一个男孩子 可以向家里面的父母介绍 他喜欢的人 你们觉得 这个男的话 你们觉得他是认真的吗 你们觉得是不是认真的 其实我也想看一下 大家的那个 发表的意见 你们觉得是不是认真的 你们觉得是的 对 包括我现在 这么多天 就是快一个星期了 经常在子映的直播间里面 跟大家聊天 你们应该能看出了我的心思 是不是 我也是抱着真诚的态度 你们觉得我是不是认真的 是不是 你们觉得是的 你们打个试好不好 如果他碰到一个另外一个女的对你好的话 对比你好的话 他又回去了 有人就是觉得李阳是不是 李阳觉得 有人说 可能你比我遇到更好的人的话 你就他就回去了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很多叔叔阿姨们他们不了解我 对 是这样的这个事情的话 其实我爸妈和子映的爸妈 他们不知道私下有没有沟通 但是他们的舅舅是肯定已经 子映的舅舅是肯定已经跟双方的 你不是说李阳是不是 对 我们这个事情的话 其实双方的父母都是知道的 然后他子映的舅舅 他一直在中间做那个中间人 然后说了很多 就是他像我说了子映的很多好话 然后也像子映说了我的很多 可能可能很多好话 而且我再说一下我个人的感情经历 因为有些人觉得我 我可能觉得跟那个里面那个张某人一样 其实我说实话 我跟他不一样 我直接跟你说我跟你不一样 我不是那种三心二意的 包括我现在27岁了 我就谈过一段恋爱 就只有几个月 我就会选张 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 因为我想要的是一个什么 我想要的 就比如说有一句话大张说的 我想要吃苹果 然后你给我买了香香蕉 对不对 我想要的你没有给我 但是你在认为 这个就是我想要的 对不对 各位帅们 我说你误会我的意思 好的好的 然后那各位帅们 就像我刚刚说的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能给他几万 一个月几万你能给吗 你没有给我几万块钱 好吧 你什么 李冰冰还是很抢手的 我不是李冰冰 我觉得 我需要的东西 对不对 我需要的 我想要的东西 你没有 从来没有给过我 然后你一直以为 钱才是才是我最需要的 实际 我想要的是爱 因为我缺少 我缺少付爱 我现在想找一个人的话 就想要怎么样 想要去 真真实实就想找一个 爱我的人 我不想用钱去衡量一切 对 钱不是万能的 对 还有就是 你找一个爱你的人 前提是 你得 你也要 你也要对他有所好感 要不然的话 是不是 正好已经跟刘宇涵结婚了 怎么还来就 纠缠别人呢 我不知道各帅们 只能说这个有意思吗 我不知道各帅们 我不知道有他有没有意思 他之前 之前他就一直都在 他来来说 然后呢 来来直播间跟我说 不仅 哎呀 我跟他没有结婚 但是你之前 有没有跟他在一起吗 你虽然说 我们做的事情的话 我们要去承认 对不对 我们要去承认 为什么要跟他对 拉完 拉黑不要完了吗 拉一个 来一个拉一个 我刚刚不止拉了他两个了 在一起了 这个我认 对吗 你跟他在一起你认 但是我不可能会去接受一个 跟别人别的女人 对不对 我是一个人 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心里面是肉做的 我心是肉做的呀 我不就跟他在一起几个月了吗 嗯 对 你觉得 无所谓 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呢 对 你觉得受的受委屈的人 不是不是你是我 你说过去的话 不可能就这样子过去了 我在我给你 我在我跟你那么久了 啊不 好了 你不要在我直播间哈 我不要再 不想再跟你说话了 你不要打了 我也不会回复你了 好不好 你再这样下去的话 你吃到被我 把我给逼疯 真的 正好说话谦虚一点吗 我不知道 其实 他都不是 其实对 其实他已经本性哈 出事了 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为什么还是会有人说 让我再给他一次机会 姐家一般 难道是子音说 子音做错了吗 你们觉得是子音做错了吗 你们说还要给他一次机会吗 这个机会的话 为什么有人一直都在说 让我给他一次机会 为什么你的想法 你们的想法跟子音不同呀 你们说还有必要再给他一次机会吗 我觉得不可能了 给我一次机会 再给你也给你一次机会 为什么我不知道哥 有叔叔阿姨们 就是有姐家 有个别姐家 你们都是说让我给他一次机会 这个机会为什么要一次性